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现在国民党到底在乱什么 只是在这么乱的情况之下又看不到 民进党有作为只想直讯的罢免罢免就罢免 所以欧老师那罢免 刚刚委员已经下站铁了 那刚预寇姐说到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但是呢我们的苏主席念这在这 还是在这搞得要朝野大乱才开心 就拜托马英九 就是不要再犯错 免得520游行的时候 因为520一定还在游行一次 又给他更多的理由 再一个是 接下来从新北再逃足秒 天王不要再爆料了 不要再被别人爆料 那另外唯一的建议是 刚才这个蔡委员那段 把它剪接下来 然后请他用广告警告 从50台到59台播一下 那这样让蓝军大震一下说 原来蓝军也有英雄的存在 因为他们渴望英雄太久了 一直一直 都变成狗熊 非常糟糕 但是我想说 国民党到底有没有这样子 如蔡委员一样这样子的一个态度 来面对接下来可能出现的一个情形呢 还是说呢 根本就不当他一回事 但是我们要看到是 如果一切只为自己私人的一个利益 为了2016 为了自己的一个利益 然后呢 在这里呢 要搞罢免 把朝野搞得一团乱 所以郁寇姐 我们今年可以预计 能农年后就没有宁日 我觉得由于卓博员 李朝青这些都出事 再加上1月13号的游行的人数 还算不错 而且有非常多的 看起来好像中间选民们出现 对苏贞昌来讲 他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激励 那他跟蔡英文的内部的矛盾会增加 内部矛盾增加 就会外部肆意到现在一年 我相信就是乱成一团 要看马英九跟国民党能不能撑着改革 然后让我们李系选民来评断 好 文明这为什么这样子一个想法 我们大概讲了快一年了 好像都很难期待 还是要继续期待 只能期待 我们会是个空期待 对 因为我想说过完年以后 应该会有比较好的气象 要换内阁吧 我觉得财经内阁 总统在2月这两个月之内 应该要处理 他如果不处理掉的话 恐怕兰英的选民也要上街头了 所以现在换内阁先又出来了 从这一步